我們是第八次實體上課 然後上個禮拜的話主要是有幾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去把那個外匯的資料把它下載下來 所以基本上的話我們有一個範本 範本在這邊 這個範本的話基本上就是給它一個網址 這個網址的話就是你那個CSV的檔案在哪裡 另外的話編碼方式的話 我們上次那個外匯好像是950吧 那如果未來你如果看Youtube 8 可能要改65001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這個範本的話呢 基本上就是可以把網路上面的資料 那前提是一個CSV 因為CSV是一個文字檔 所以它可以快速的把資料下載下來 那再來就是我們去做那個日期的修正 那修正日期的部分的話 我把它寫成一個VBA的一個這個SARB 那這個SARB其實主要就是把那個 它下載的資料本來是沒有那個年跟月跟日中間 沒有那個斜線 所以我把那個斜線給加上去 加上去之後的話再把它放回去 那這樣它可以自動幫我把結果給正確顯示 那因為每一次資料會更新 我不確定說它的列總數是多少 所以我這邊加了一個向下追蹤 從A1這個儲存格 讓它向下就Ctrl向下 得到的列是哪一列 那我把這個列的訊息放在這邊 那我永遠就知道說呢 下一次更新的話 那我應該會把它這個 比如Ctrl 又要放A1之後Ctrl向下 它就會自動停在你現在所在的列 那我就知道有42 所以我就把 應該是2到42 第二列到第42列 這個中間資料裡面就幫它 加兩個斜線 那這樣的話日期的格式就會是 Esser看得懂的 如果你沒加Esser會把它當數字來看待 那這樣的話呢 你將來畫出折線圖就會出錯 所以上個禮拜的話 基本上我們就最後做出幾個按鈕 分別就類似像這樣 就是在右邊的部分 做出類似像這樣的 我把它刪掉 可能匯率下載有沒有 那下載完之後呢 它就更新了 那你更新完之後呢 你可以畫出美元折線圖 人民幣折線圖 然後刪圖 全部折線圖的話按下去 它自動幫我把每個圖都畫出來 不過呢 全部折線圖 它縱向 這樣全部擺在一起 缺點就是說你可能要再往下捲動 你才可以看到其他的匯率 那有點不方便 所以後來我講 你可以再把它畫成兩個 有沒有 一個兩個 三個四個 有沒有一直往下 或者是說 甚至三個都沒問題 有沒有 一二三 甚至四個也都沒問題 也就是說你未來 你可以想要呈現的資料 看你要怎麼呈現 那你可以自己去排列 OK 那好處就是說 你可以快速的看出 每一個匯率的波動 有沒有 那你從中可以看其他的關聯 有沒有正相關 有沒有負相關 有沒有完全沒關的 那你可以藉由這樣的一個資料 你就可以做一個比較精確 相對精確的判斷 不然的話你就亂槍打鳥 有時候要投資的話 你做錯誤的投資 那當然相對比較容易賠錢 OK好那這個部分的話 是上個禮拜講到的 所以全部折線圖這個有講 可是全部折線圖二跟三 那這個我想難度比較高 那就請各位自己再去發揮 OK 如果可以你就做 不行的話沒有關係 你就是 因為學程式 不可能一下馬上學 你馬上懂 你可能需要一些時間 去醞釀嘛 然後去慢慢去思考 然後慢慢 這個需要涵養的有沒有 像我以前一個城市 我可能想要寫三個月之後才寫出來 OK 有時候甚至一年之後才想到怎麼寫 不過我是覺得一直把它擺著嘛 反正我知道沒有答案 我算是寫不出來沒關係 我知道我這個部分 是我需要再精進的 OK 那我哪些地方不會 那我就再去思考 因為可能沒有辦法一下子馬上懂嘛 不過就是你可能慢慢多做 那當然有一個重點就是說 第一個是熟練度 那熟練度是因為你可能不夠熟 所以很多地方你都不太懂 但是你熟了之後你發現好像 是好的好像是個理所當然的 比如說像那個要把一個變數 串在一個文字當中有沒有 我發現很多同學這個地方就會很很不OK 因為老師為什麼這個要加想個斜線 還要加那個AND符號 實際上很簡單 意思說你要把這個變數放進去 它就必須把它分開 然後用AND把它串在中間 那AND前後一定要空白 這個是固定規則 OK 所以這個規則你如果不熟悉的話 那以後你就勢必沒有辦法把它變化出 你想要的那個樣子 OK 所以這個至於要怎麼樣能夠把這個學好 我是覺得還是需要一點時間 當然我也不一定要求你馬上學會 但是至少你知道原來是這麼一回事 可能目前你暫時寫不出來沒關係 也許你未來可以啦 或者你未來也不可以也沒關係 不過至少你知道 你知道怎麼去跟別人溝通 有沒有 比如說將來你要做一個 要做一個系統 那這個系統的話可能它不見得是一個人做 不是說一個人全部都寫寫程式 其實很多人其實是不寫程式的 他可能需要有一個構思 把它建置的一個系統 過程當中還要設計嘛 還要很多人的參與 可是如果呢 每個人觀念 他沒有這方面的素養 說真的很難溝通 開會有時候很浪費時間 但是如果每個人都有相對應的素養 可能他不會寫 但是他懂程式的邏輯的話 我是覺得溝通起來真的會快非常多 所以有的時候開會 你會發現都懂得很好溝通 講一講馬上就可以了 很多時候如果你只是停留在人工作業 你一直不知道電腦作業 那其實會有很多的問題 比如說在溝通開很多次會 還是最後沒辦法得到一個結論 那要浪費時間 OK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是上個禮拜做的 比較可能需要注意的全部折線圖2 有沒有 全部折線圖3 那這個當然其實應該也不算困難 主要跟全部折線圖有什麼不一樣 你就把不一樣的部分找出來 然後想辦法把它變出來 OK 那當然答案絕對不會是只有一個答案 像我的習慣是 我如果要把它全部折線圖變成全部折線圖2的話 那我就想說 到底有哪些地方不一樣 第一個不一樣 可能就是說 可能他原來就是一直往下放10列 有沒有 這個M1再M11 M21 可是這個地方不一樣 這個部分就是說 你變成你要先放兩個才能放下兩個 你不能一次就放一個 所以變成你要放一個兩個 而且這兩個還有一個左邊一個右邊 所以如果左邊的話是M1 右邊的話是R1 有沒有 所以一個M一個R 那怎麼辦 所以我這邊我想到的邏輯是這樣 就一個邏輯判斷 如果那個 我們一個跑一個1到10對不對 所以就10欄 那如果他單1到10的這個數字 如果是G數的話 那就放左邊 如果是偶數的話 那就放右邊 有沒有 G數放左邊 偶數放右邊 可是問題來了 那我要怎麼知道說 他是G數還是偶數 那是不是G數還有偶數的話 我記得 之前不知道有沒有跟各位講過 有一個預算值 叫做MOD MOD 這個MOD的話 實際上在VPA裡面 值得就是 求餘數的意思 那除以多少呢 除以2的餘數 如果除以2的餘數 假設餘1的話 那就是G數 如果餘0的話 那就是為偶數 所以我們可以這樣判斷 OK 所以我的腦袋裡面想到 如果 if iMOD2 如果等於1的話 那我就是讓他放在 左邊 反之放在右邊 另外還有一點 如果G數的話 不用讓他換到下一個 所以K的部分 有沒有 我們不知道K嗎 K不用加10 有沒有 如果G數就不用K加10 但是偶數的部分呢 K就要加10 OK 所以這個要怎麼寫 所以這個 如果是全部折線圖2的話 那我的寫法這樣 這邊我把這個 這個開發人員把它打開好了 開發人員OK 那基本上呢 如果延續上個禮拜的部分 那第一個 我們把這個打開之後 好像有 錄製聚集 是MOD2 我放在這邊 那 字把它放在 工具選項 撰寫風格 把它放到12號 12號差不多 那我本來只有全部折線圖對不對 那我要把它改成全部折線圖2 那它怎麼寫 基本上 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的話呢 你可以直接拿全部折線圖的程式 拿來修改 那改的重點 基本上就是在這個回圈的這個下方 你要多做一個邏輯判斷 所以在4的下一個 這個部分按一個TAB鍵 按一個ENTER鍵 讓它再按一個TAB鍵 意思就是在回圈裡面 先判斷它的基有數 所以基數的話 if if i的詞 i是1到10 如果 i空一格MOD MOD就是求餘數 iMOD2 如果它的結果等於1的話 那 空一格 then then 然後做什麼 所以呢 這個下方就是做基數的動作 那反之的話呢 你就是在這邊加一個ELSE ELSE 反之 那ENTER兩下 再打一個END IF END IF的話就結束了 OK 所以基本上的話呢 那if做這個事情 所以 原來的程式在if裡面按個TAB鍵好了 按個TAB就是反正在這個邏輯發生的時候 那做這一件事 那這個是指的是基數啦 不過基數我剛剛講 基數K不能加1 OK 那偶數做什麼呢 偶數就是這個把它複製一樣 這個動作基本上差不多 差別的地方 是這邊有K加 K等於K加 因為它換到下10 下10列嘛 OK 那這邊的話不能加 所以這個地方K等於K加 一定要把它刪掉 因為如果你把它加上去的話 它會變成說 這個放進去之後 那下一個它跑到那邊 另外一邊去了 那還有個地方要改 這邊要改成R 有沒有 這邊要 這個要改成R 因為它要把它放到 那個R的那個地方 所以這個是基數 這個是偶數嘛 OK 應該程式改完了啦 所以基本上 我大概原則上就全部折現圖 把它抹下來 改一個名稱不能一樣 全部折現2 然後呢 再來就是說 在FOR迴圈增加一個邏輯判斷 這個邏輯判斷的架構 就是以這個為核心 以這個為重點 就是I的值有沒有 它是1到10 就是1到10個匯率嘛 那當它除以2之後的餘數 如果是1的話 那這個是G數 所以這邊是G數 OK 這邊是偶數 那G數的部分的話 跟原來程式基本上相方 只是把這個K等於K加10 一定要刪掉 如果不刪掉的話呢 效果會怪怪的啦 那底下L10就是偶數部分 偶數部分的話呢 最重要的是把M改成R就可以了 所以如果展示了 我這個加這個忘了改 那這邊記得哦 偶數部分是R哦 其他應該都不用改吧 這樣試試看好了 如果這樣寫完之後 全部折現2值 請看看 出現了 不過你會發現哦 老師為什麼這個怎麼還是一樣10 對我還有一個地方忘了改 什麼地方呢 寬度部分忘了改 寬的話在哪裡 有沒有 為10就寬嘛 記得改成多少 改成5就可以了 有沒有 寬的話記得改成5哦 如果忘了改的話哦 那就會變成很寬一大堆 好 那把它這個先刪掉 然後再執行一下 好 這樣的話就出現了有沒有 美元 人民幣 歐元 但是你說老師 為什麼它每個都往下 應該這個不要往下 我剛剛講過哦 這邊的K加 K等於K加10 這個一定要刪掉 因為如果沒有刪掉的話呢 那它就會一直往下放 OK 所以記得哦 基數的下方不能增加K等於K加10 不然K等於K加10 它就列往下10列放了 OK哦 好那這樣的話把它全部執行 來刪掉 全部執行 看一下有沒有成功 有沒有成功了 OK 所以你會發現哦 假如說你的圖很多的話 那擺不下啦 怎麼辦 把寬度除以2嘛 變5就好了 第二個的話呢 左邊放一個 右邊放一個 不就OK了嗎 OK 所以哦 基本上我剛剛改的重點 應該也不很多吧 基本上就是幾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增加一個邏輯判斷 有沒有 啊記得哦 這個邏輯判斷很重要 以後哦 在回圈裡面一定會做這個邏輯判斷的變化 那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把這邊的 對啊 寬度一定要改 寬如果沒有改 剛剛波OK 第三個就是怎麼樣呢 這兩段差別是 這邊有K等於K加10 有沒有 然後呢 上面沒有 那還有呢 這個地方的話呢 偶數部分呢 這邊記得要把它改成R 有沒有 它的left 坐標的部分 一定要改成R 它才會放在右邊的部分 好啊 其他應該都跟原來一樣 OK 所以 要改成左邊右邊一個一個的話 應該也沒有想像中那麼困難啦 OK 那你說老師那如果我今天要改成三個或四個或五個 其實到底差不多 如果要三個的話呢 那你就要想想看喔 能不能被三整除 有沒有 那其實也是用Node喔 那我怎麼判斷說第一個第二個第三個 如果能夠被三整除那一定是最後一個嗎 如果除以三之後余 余一的話那就第一個 余二的話就第二個 所以其實一樣可以透過什麼 透過iMod3等於1等於2 然後最後是除此之外 就Ls 所以會變成有三重邏輯啦 如果你這個三重邏輯寫得出來的話 那基本上也可以把它改成三個 那你說四個怎麼辦 四個通力一個正嘛 就Mod4嘛 五個就Mod5嘛 OK喔 所以基本上就是類似 用差不多的方式 就可以讓你的圖自由的去擺放了 OK喔 那這個部分我想這個是 上個禮拜最後講到的 所以Mod3 Mod4 還有 甚至還有跨工作表放啦 如果你今天是 不一定要放在這一邊 你說老師 左邊是資料 右邊是圖也OK 可是有點擁擠耶 我可不可以把它另外再開一個工作表 直接就放到這邊來不就OK了嗎 類似像這樣子 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啊 只是說 而且你會發現啦 如果你放在另外一個工作表的話 那當然更寬敞 有沒有OK 而且你還可以放更多 這個是五個有沒有 五個也可以耶 然後甚至這個 這裡應該也是五個啦 OK喔 好 那這個部分的話我覺得又更困難了 主要你就要跟他講說 你的工作表是放哪一個工作表 要多一個工作表的概念 那就可以放在不同工作表 這個又更難了 可是如果你這些都做得出來 我是覺得你用Excel 應該已經算是用得很厲害了啦 OK 而且我是覺得 因為你變成你要做一些決策的時候 你沒有一些工具 真的你不知道怎麼做決策 而且你做決策的過程太慢了 如果你假設 因為你data都有了 現在都有big data 但是剩下就是 你怎麼樣能夠快速的做一個 視覺化呈現 那你才有辦法做一個決定 比如說你要買跟賣 對不對 你要怎麼樣做對的決定 對的決定的話 變成你就會賺錢 錯了決定你就會賠錢 當然沒有人想要賠錢 OK 所以你就要 在有限的數據之下 你可以做一個決策 OK 所以這個部分雲端上 其實都有類似的東西 請各位自行再去把上個禮拜的部分做一個複習 今天我們要再來看另外一個題目了 今天的話呢 我們要在雲端白板上面 我們來看一下第四個單元 數學跟統計類的 這個一樣 第四個單元 接下來我們先看一下 樂透彩的中獎機率這個部分 樂透彩 所以你們可以在雲端上可以看到一個樂透彩程式碼這個單元 那我希望做出來結果類似像這樣 就是待會兒這個練習檔 在我們的範例檔案裡面 所以你打開這個我們的範例檔 範例檔應該是在這邊吧 OK 我們開我們這一班 這班 這班的數學函數 你們範例檔案裡面呢 你可以看到數學函數 數學函數這個類別裡面呢 會有一個叫做 範例底線 conif 樂透彩重點的基礎統計 就這個範例 所以待會兒請各位先幫我開啟這個範例 在第四單元 數學函數裡面的這個 那主要當然我們會一定要學會一個函數 叫conif 那conif當然就是統計它的數量 其實主要是希望怎麼樣 比如舉個例子 像那個 大家都有買那個所謂的大樂透的經驗吧 如果你想要知道說 到底歷年來大樂透的 中獎的號碼 到底哪一個出現的次數最多 我們先不要講機率 機率其實又非常的 這個要再細部計算 我們只要數量多的話 那表示它的可能性就比較高 所以呢 我們要怎麼知道 那這個地方 所以我這個打開之後 你可以看到 這個範例其實比較單純 它只有取得101跟102年 民國年 101、102的中獎號碼 那因為每一期一定會開出的號碼一定是 六個號碼 有沒有開獎號碼 這邊有六個 加一個特別號 所以這個是 這個有期數有沒有 102年的1041 所以它也往下遞增嘛 所以理論上這個是開獎日期 那後面的話其實說 中獎號碼跟特別號 所以一期的話 會有七個號碼 那如果我想要知道一個比較粗淺 我們也不要很深去瞭解 那我們主要不是要算這個名牌 到底實在 我們只是要統計 基本的統計 簡單統計就好了 那如果呢 我希望知道一件事 就是101年 到底它哪一個號碼 因為這個號碼 它的規則是1到42號 到底哪個號碼 出現的次數最多 我們先不要講機率 哪個號碼次數最多 那你會發現 比如說1號 這個後面有個統計分析 那101年 我們先講次數 先不要講機率 1號出現的次數 是多少次 那你要怎麼算 總不可能說 你用眼睛慢慢去看 一次 兩次 我看你這樣算 應該不知道算到什麼時候 42號碼 才來算完 那當然呢 其實如果最快的方法 你可以用一個函數 在插入函數裡面的話 你可以找到數學 統計類的 應該是在統計的函數 所以你在插入函數之後的話 請你找到那個統計類的函數 統計在這邊 有沒有 這個統計的函數 那其中的話 有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函數 叫做函數 OK 所以這個函數相當重要 如果你假設 不會用函數 變成你就要自己人工去算 當然很容易算錯 算錯就算得還很慢 所以如果你要又快又正確的話 那當然一定要會用函數 那函數的話 他會問你兩個問題 你給他兩個問題的參數 他就會給你正確答案 第一個的話就範圍 他問你說你要算哪個範圍的數字 第二個是條件 所以我給範圍的話 通常是 不過這個範圍 他因為是跨了工作表 所以你變成你要再切到哪裡 切到101年的工作表 點一下之後 這邊會出現工作表名稱金碳號 那第二個的話 你就是再把那個範圍選起來 不過這個選很麻... 很不好選 你可能要這樣子 我的習慣是先點選D2 再往右到追2 D2到追2 那一直讓他選到底的話 我會按Ctrl Shift向下 Ctrl Shift向下 這樣的話 他就會直接幫我選到底 你可以看一下 這邊公司應該不要出錯 他會顯示是D2冒號追100 當然你說老師 那我自己打ACPAY也可以啦 不過我是覺得自己打很麻煩 你還要自己往下捲動 或者你還可以用滑鼠選 不過我覺得滑鼠選 這個很難過頭啦 我是建議你可以先選橫向的 再Ctrl Shift向下 OK 那接下來的話 我是建議你直接把D2的2 加一個錢的符號 再把追100的100 前面再加一個錢的符號 那為什麼 因為我要鎖起來 不然等一下你向下填滿 因為我1到12號 通通都要算數量 那會出錯 第二個是條件 條件的話是找什麼號碼 剛好前面有一個號碼 有沒有1號 所以我就請他去幫我找1號 就指向A2就可以了 好 他幫你算完了 在101年裡面 1號的出現的次數 馬上全部算完了 總共11次 然後按確定之後 你把它向下填滿 馬上全部通通算完了 有沒有 如果你假設你要快速的把 每個號碼 全部的出現的數量 通通算出來的話 那其實基本上很簡單 就這樣就OK了 那你說102年怎麼辦 102年也是一樣 其實102年跟101年 好像差別 我看一下 差別在哪裡 差別你可以看一下 這個到100列對不對 那這個到100 應該超過列數不同 這105 所以如果假如 你要用剛剛的公式 拿來改的話 其實也不難 不然你自己重做也可以 只是我覺得要是我的話 我一定聰明的應該都知道 只要把這個公式複製過來 把這個101改102 把追100改成追105 就好了 它只有兩個地方不一樣 所以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複製公式過來就OK 所以把它取消一下 有沒有 把這個複製完之後 記得複製完之後 一定按取消 不然你再點選 它沒辦法讓你輸入 所以取消 複製完取消 再點這邊把它貼上 那改一下 102 這邊改102 然後這邊改成D2 一樣D2開始 那因為102年 它總列數不是100 是105 所以把它改成5就可以了 那條件的話 一樣是A2 所以其他不改 那這樣其實102的數量也就算完了 打勾一下 向下填滿 那當然 如果假設我們不算機率 因為之前算機率同學說 這個機率有點複雜 我們不用 反正機率的話其實很簡單 你除以總數就OK 那如果我假設我希望怎麼樣 我希望能夠算它的排名 到底這兩年 哪一個號碼出現的次數是最多的 那很簡單 你就把這兩個數字加在一起 等於什麼 等於這一個 加這一個比較好 把兩個加一起 這樣就OK了 32次 像這樣填滿 OK 那這麼多的號碼裡面 那其實我很單純 我只是想說 到底哪一個號碼 它的排名最多 那排名最多 你這個時候總不可能說 又再用眼睛慢慢看吧 看一下哪一個號碼最多 40好像比較多 40 有沒有超過40 這邊有42 這邊有43 那這邊還有43 那你總不可能用眼睛慢慢盯著看吧 我是覺得你這樣應該會很痛苦 你還要排名嘛 所以如果假設你要排名的話 這個時候啊 請各位想到一個函數 一樣在統計類裡面的 叫rank.eq 所以這個 這個做到函數一定要會啦 如果你不會的話 以後很麻煩 R開頭的 所以你在統計類裡面呢 找一下rank.eq R開頭的這個 rank.eq這個函數 那利用它呢 就可以幫我們排名 得到到底哪一個號碼 它的數量是最多的 OK 所以我們這邊可以怎麼樣 可以再用這一個 那用的方式很簡單 一樣需要給兩個參數就可以了 按確定之後 rank.eq 然後呢 第一個呢 他問你說 你的number值是 你那個合計的數量是多少 所以你跟他講一下 哦 就是第一名總共有這麼多的數量 第二個參數是REF了 REF其實就是英文的reference的縮寫 reference是參考的範圍 所以你以後看到reference 大部分就指哪個範圍 意思就是說 全部人的這個數量 所以REF請你把這整個合計的範圍選給他 所以從第二有沒有 選到底 那一般我習慣是先點第二 然後在control shift的向下 欸選完了嘛 然後order的話呢 那就保持空白 因為他說 0或省略代表遞減排序 那意思是說呢 排列的方式呢 就是高的在上面 低的在下面 那當然沒問題嘛 我們要數量最多是第一名嘛 數量四的就是第二名 那意思是 最低的最少的就是最後的名 欸對 所以呢 0或省略嘛 當然你可以打個0啦 不過我的習慣是省略啦 因為根本不用填嘛 那這樣按確定之後的話 他就會幫我把名次排完 可是問題目前只有排一個名次 那你需要向下填滿 一樣道理喔 這個參考範圍不能變動 所以記得把D2 2前面加前的符號 43前面加前的符號 OK如果沒加的話 他自動會向下填滿 D2 2會變3 然後D43會變D4 那範圍就不對啦 OK 所以我們要把它鎖起來 不能動 OK 好按確定之後呢 向下填滿 欸 馬上把名次排出來了 有沒有看到 第一名的話 欸那就是21號 欸不對 怎麼這邊還有第一名 欸對耶 他重複的數量 所以他好像會 同樣的名次喔 欸對 他四十三次 這邊也有第四三次 哇 他重複的名次好像 他有三個 所以變成 他後面好像就變二三名了 所以再來就是 在 第一名好像有三個吧 然後再來就是第四名了 四十二 依次類推啦 OK 好 所以呢 利用這樣的方式呢 我們可以很快的把那個 數量給算出來 有沒有 但問題你說 老師這個數量好像 呃 不夠 不夠精確啦 我希望 可以把它改成機率的話 那其實機率倒也很簡單 機率的話喔 就是你這 再把它除以什麼 除以 你在101年 總total開出來的全部 號碼的數量 所以你可以看到喔 這個一 所以你將來要除以多少 除以這個總共的號碼 那一期總共有 七次嘛 OK 七次 所以有七個號碼 那總共有幾期呢 總共你把它Ctrl向下 它到100嘛 那100的話 扣掉第一個欄位名稱嘛 所以99啦 所以總total數應該就是 欸多少 7乘上99 所以如果你要算機率的話 這邊其實你是可以再把它除以多少 除以 693就可以了 這個就是它的機率了 就這樣 693 機率全部算出來了 不過呢 你想說 老師那這個數字 693是你自己用眼睛看的耶 有沒有什麼方式喔 你不要眼睛看好不好 你直接用什麼 用函數去把數量算出來的話 這個693要怎麼得到 其實如果你要得到693 那你可能會需要知道另外一個函數 在統計類裡面喔 有個叫Ctrl 應該叫Ctrl 函數吧 有沒有 這個Ctrl 我是建議啦 Ctrl相關函數 你們大概都要稍微知道一下 到底它是什麼用途 那你可以看下方 它會跟你講說 計算範圍中 包含數字的儲存格數目 所以呢 我如果要假設要算101年喔 這個總共有多少個數字的話 那我就不用像剛剛一樣 它自己算7個 一起7個 997 總共693 我可以另外一個做法 我可以用函數 那那個函數的話 就用Ctrl 所以你這邊的話 可以用Ctrl 因為它裡面都數字嘛 那Ctrl A的話就不管 反正裡面有資料就是啦 所以其實這一題 用Ctrl、Ctrl、A其實都可以啦 我建議用Ctrl 那Ctrl的話呢 你就跟它講說 哪個範圍 就這個範圍啊 就是D2 所以一樣喔 把它向右拉到J2 然後在Ctrl、Shift的向下 那意思就跟它講說 你幫我算一下喔 D2到J100裡面到底有幾個數字 得到結果 按確定 你會發現一樣是693 有沒有 所以喔 同樣的方式啦 你們可以在這邊 把這個公式 放到這個後面就可以了 所以除以什麼 不過你會發現 這公式好像跟Conif有點類似耶 所以其實喔 我的做法是這樣 乾脆怎麼樣 直接喔 把剛剛的這個Conif 公式直接把它複製一下 然後呢 加一個除號之後 後面喔 再加上什麼 看著 把Conif拿掉 if 然後呢 Conif有個條件 把條件拿掉 這樣其實就OK了耶 有沒有 這個結果就是剛剛做的那個公式 693 打個勾就OK了 結果一模一樣 好 那像這樣機率就算完了 然後 102年其實也可以如法炮製 所以呢 再把102年加一個除以多少 把Conif這個公式喔 一樣複製一下 然後貼到除號的右邊 然後把if拿掉 然後把豆點A2拿掉 那就是總共喔 那個102年 那個 開出來的號碼有幾個了 算完了 打勾一下看看 對沒錯 向下填滿 那你會發現喔 結果喔 好像它又有個調整耶 因為如果算機率的話 這個結果我看一下 這個total 第一名一個 所以喔 機率可能算得比較細吧 那個機率應該是要用乘的 不是用加的嗎 你自己的機率是用加在什麼 加在一起 把兩個機率加一起 機率加在一起 當然啦 這個我們沒有 我們不是很嚴格在做統計分析啦 我們只是說 我只是想要知道 兩個機率加一起誰最多而已啦 OK 所以如果你要用比較 嚴格的統計的方式的話 我想你就自己 再用別的方式再去算 我們現在合計的意思 只是說兩個加在一起 那就可以算出排名 所以排名馬上有更新的 因為我的排名是根據合計嘛 所以合計如果變動的話 那排名也就變動了 這樣馬上可以知道說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一直到第七 不過啦 最好是前七名 就直接讓我知道一下最好的 但是現在還有一個缺點 你要知道哪個第一名 變成要捲動 還是用人工來看 所以最好是能不能告訴我在哪裡就好了 對齁 所以有的時候啦 你要方便 你一定要想出那個對應的方法 可是如果你沒有那個方法 你就不方便啦 其實最好是乾脆把前七名 直接列個表給我就好了嘛 可是問題如果你要做到這一點 你要寫程式啦 如果你不會寫程式的話 那你應該很難做到啦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所以剛剛主要是針對那個 這個Countif的熱透彩中獎機率 我們就利用了兩個函數 不應該是三個函數 一個是Countif加上Count 另外的話就是在算排名用Rank.EQ 那請各位試試看吧 那後面當然我會希望把它變成VBA吧 最好是旁邊加按鈕好了 而且最後這邊齁 直接再加一個欄位叫做前七名算了 直接按個按鈕 直接前七名直接列出來 直接告訴我前七名 所以這邊的話可以再加一個欄位叫前七名好了 OK 所以待會 可是問題喔 這個沒有辦法 理論上沒有辦法用以上的公式完成前七名 即便可以也麻煩 所以我建議你寫個VBA好了 OK 所以待會我們可能會需要做幾個VBA程式 那你們在雲端上面可以看到就這些啦 有沒有 總共有6個按鈕 分別就是剛剛做的動作 如果你假設你希望可以通通變成按鈕 一個按鍵按下去自動完成的話 那我應該怎麼做 請各位先試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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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veraging 謝謝 訂閱 鈎